今天這個 市府五月天的這個處女秀啊 就是說這個罷韓四君子是罷韓四騙子 其實呢重點在於喔 還是高雄人他心中的感受 高雄人到底覺得誰是騙子 你怎麼看這一件事情 另外呢你可以看到現在 因為這個韓國瑜的操作 在高雄市是不是這個逆國瑜 這樣的一種風氣開始慢慢起來 學校已經跳出來了 學校可不是你們政治角力的戴罪羔羊呢 你怎麼看 高雄人是很善良的啦 所以如果說好好的做 大家會原諒他 但是高雄人其實當然也不是塑膠做的啦 所以說你的表現太誇張的話 其實人民的這個反感 馬上感覺到 像這個市府五月天說實在 這是一個還蠻失敗的一個公關的策略 說老實話 因為防疫五月天這個 可不是什麼指揮中心自封了嘛 是有一天他們這個五個 五個經常開記者會的人 民眾都已經熟悉說這五個人是誰了 然後贊成一排的時候 大家說哇 他們是五月天是網友講的 可是網友講完大家都覺得好棒對不對 可是國民黨解釋說 哪有這個市府五月天也是媒體瘋的啊 為什麼效果差這麼多 基本上啊這個市府五月天 有點事其實是嘲諷他們啦 因為畢竟你說大家民眾知道說中間這個人 是新聞局長鄭兆欣就已經不錯了 另外四個是誰啊民眾真的知道嗎 不知道嗎他們講話有公信力嗎 重點是在這裡嘛 為什麼防疫團隊得到信賴是因為長期互動 然後他們得到民眾的信賴他們講話有公信力 可是高雄市府現在最大的問題在於他們已經喪失公信力了 所以很多時候講出來的話大家聽起來就覺得很就是政治語言嘛 比如說猜看板 高雄市府跑出來澄清說哎呀沒有啊 因為是因為這個看板違法我來猜了 你去做一下民調看看市民相信你真的是公正沒有偏頗的人有多少 比例一定非常低啦 因為你欠缺這個公信力 你現在講說啊因為防疫的理由所以學校不能借 哎呦有些校長本身都不相信了嘛 為什麼校長不相信 因為道理很簡單啊 我的學校現在每天學生都可以來上課 對不對 然後呢家長也可以這個在學校門口這個接送小孩 我覺得這個防疫是這樣子OK的 那你怎麼說假日的時候你借個幾間教室 去給人家投票就會衍生防疫問題 真的有良知的校長他一看就知道說這是政治動作嘛 這絕對是政治上的需求 所以才說啊教室不能借 不是因為防疫上的需求 所以說高雄有這麼多的學校 難免你會有幾個比較這個有教育良心的這個校長會出來講說 哎其實可以借對不對 你說你有幾個人要給你拍馬屁要給你那當然會有 但是實際上人民是會在那邊看的嘛 對那你今天在這所有的動員當中你可以看得出來 韓國瑜的陣營現在大家想要動的就是韓粉 你看有幾隻超級大韓粉已經開始被動員了啊 比如說這個輝文兄啊或者說比如說萊西兄啊這些指標性的韓粉 當他們又出來說話的時候 某某程度上有象徵說韓粉已經感應到了這個韓國瑜陣營的這個號召了 所以他們就會跳出來講一些其實也不知道在講什麼像李萊西說什麼 罷免很奇怪啊四分之一的人可以否定二分之一 哎那你黃國昌之前要被罷免你怎麼不出來幫黃國昌講話 對不對那一看就知道哎呦月里萊西你是個韓粉嘛 所以你要出來為韓國瑜講話嘛 但是大家知道韓粉動員出來其實當然出來挺韓國瑜 投票挺韓國瑜的人會變多 就像是之前這個韓國瑜得了500萬票 大魚租利潤了300萬確實是這樣 但是另外一方面被擊出來的票數也會變多嘛 像韓國瑜就是一手創造了史上最高票的總統啊 只是他創造不是他自己是他的對手 因為他是被最後一個月裡面他在選戰當中講那些狂言什麼美白小腿啊 什麼東西全部擠出來結果800萬票都投到蔡英文裡面去 那現在這個罷免其實也是一樣 他用這個東西去催出反罷免票一定有用 因為他的韓粉會開始熱情熱情之後呢 又要開始試圖要有那個旋風 當然因為現在有疫情韓粉不容易群聚嘛 韓粉最大的力量就是那個群聚力 穿國旗裝有沒有製造那個視覺的震撼 有啊他們又號召啦要穿國旗裝出來聽 但是疫情難免也會有點壓抑 那所以現在韓國瑜才要去把他們重新call出來啊 不只實體上群聚網路上他也希望他們群聚嘛 但是某種程度上罷免票也會因此被衝高 所以在我來看其實韓國瑜他現在想的已經不是怎麼保住市長位置了 因為如果他真的要保住市長位置在政治上的做法 應該是首先你第一個要對罷韓產線開放的態度 我開放你們來檢驗我 所以投票所你當初投我的時候有幾個投票所 你現在罷免我的時候你就有幾個投票所 對不對這樣講我衰氣 然後高雄就覺得這個人好像還有點勇氣喔對不對 有點鼓氣啊 然後你最好每天呢安排市政行程 今天到這裡視察明天到那裡視察 然後每一次視察呢就釋放一個市政的利多 顯示你有在做事對不對 然後進到議會的時候去備詢 這個備詢其實沒有關係的 因為你過去的備詢表現真的太差了啦 人民覺得你這個只有10分20分 你只要表現的有沒有40分50分 人家覺得你進步空間很大 搞不好再留下一次的話你已經進步到60分也不一定啊 所以你就接種這種開放的東西 然後第二個呢你市政上面真的拿出幾個東西 然後低調 讓這個罷免票不要超過25% 你這位置就守住了 當然現在是完全反其道而行 市政不做 你看最近喔 所有的縣市首長都要到處搞視察 柯文哲也要到處視察 侯友宜也要到處視察 韓國瑜有啊 韓國瑜去辦防訓說明會啊 不是啊 那個沒有人來的說明會 那個他沒有去捲動 基本上 你請你不要誤蔑他 哈哈哈 不是 里長議員根本就不來啊 如果說他今天真的是說要展現市政的話 跟你講啦 他一定是那個動員里長然後邀請議員都要來啦 結果你辦了一個 沒有這個說明會 而且他也沒有說出 他要在這邊給的市政力多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他在市政上面他能用的東西他不用 然後他去用很多就是奇奇怪怪的這種工房 又拆看板啊又不借投票所這種東西 某種程度上啦 他真的就是要把韓粉摳出來而已 好來 嗯 Association